今天跟大家分享有關肩膊痛經常見的肩袖損傷問題 肩袖損傷是指圍繞肩關節的肝上肌、肝下肌、小圓肌和肩甲下肌等等機件的損傷 而肩袖肌肉主要功能是控制肩膊的旋轉和外展動作 並且可以維持肩關節的穩定性 肩袖損傷可以分為急性和慢性 長期打羽毛球、棒球、游泳、舉重或肩膀非常頻繁的人 都會比較容易出現肩袖基建勞損的問題 而出現慢性損傷 而急性損傷多數都是因為運動損傷 或者用力不當或跌倒時用肩部支撐引致 肩部損傷的表現多數是發病比較緩慢 疼痛逐漸增加的情況 以及會出現活動受限 如果部分肩袖撕裂或完全斷裂的時候 便會嚴重影響肩關節的功能 疼痛的區域多數是肩部前方或外側的 有時亦會影響頸和上臂出現放射痛的情況 一般在活動時會加重 休息時會減輕 亦很常見會晚上出現疼痛 不可以側向一個環側睡覺 會影響睡眠的情況出現 而活動受限方面 亦以一個上舉和外展為主 主動活動會令疼痛加重 而且肩袖損傷和其他肩關節的疾病相當類似 除了臨床檢查外 亦可配合X光、超聲波或磁力共振等等的影像學 去一個臨床鑑別診斷 肩袖損傷在治療方面 可以分為肩袖肌健炎或肩袖撕裂兩種情況 比較常見是肌健炎的情況 一般及時治療的預後相當良好 當患者發現肩關節出現疼痛時 應該減少肩部活動及增加休息 消除引起損傷的因素 如果疼痛不可以緩解或影響活動時 應該盡早求醫 在中醫方面 治療肩袖損傷剛發病時 可以單純用一個針灸去治療 但當情況反覆發作或比較嚴重 應該要結合推拿或中藥去內服 預期治療效果相當良好 等疼痛及嚴症緩解後 逐步可以進行復健訓練 改善局部氣血運行 促進組織癒合及功能恢復 但當發現肩袖出現完全撕裂或部分斷裂時 對保守治療的反應也不好 就要考慮用手術去進行一個直接的修補